普能小姐想问长江基建1038 46.63元是有货的 上星期突破了50元 想加货是什么位置适合呢? 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心急去价值 但如果用什么投资角度 我们就是说公用股 如果你真的拿不到货 抱着一个分住及慢慢收窄 用半年至一年时间完成你的收窄目标 可以的 慢慢用分时间去购 我觉得没必要特意看着价位 从而决定是否去加注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手头上不够多货 你本身是用分住及纳 月供的形式也好 或者是分几住去买 总之目的就是说 不是说短线炒股价的话 没问题 你可以继续收窄 但如果你是短线炒股价的话 一期不赚50元 可能又再继续横行 所以暂时来说1038这些 可以长线投资 简单来说就是看市盈率股息率上 5厘左右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炒价值股就很有趣 股价一升上去 你想想怎样定股息率 就是看股价水平 你越升上去股息率就变得越来越不吸引 所以这些股票不会像以往那些 增长类型股份很有很强的爆发力 股价很难大幅 一下子向上赖 特别说近三个月已经升了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你除非手头上真的不够多货 否则的话 没必要这么心急去买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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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